習近平和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 大搞個人崇拜登峰造劫的兩個領袖 而且他們都搞成了的 那麼大家知道這個個人崇拜本身 它是反映了領袖一種不健康的心態 那個馬克思主義都是這麼認為的 就是說極端的自戀 而這種極端的自戀 也常常是混合這一種極端的自卑的反應 因為這個人沒有信心嘛 所以他要別人來崇拜他 那麼你比如說毛澤東在他執政的途中 他也是被亡民不古啊 嘲笑成為山溝溝裡的馬克思主義者 看不起他的學歷 那習近平嘛 我們知道更加了 嚴格的來講他的學歷就是一個小學畢業嘛 但是習近平你想 他那麼願意撒書丹 到處去背書丹 而且我看他有一些背出來的書啊 因為我們文化大革命中間 參加過一些地下讀書運動嘛 他有一些書是還是文革以後才正式出版的 文革以前就是說都是一些內部書籍 當然他也搞得到以為他高幹子弟嘛 文革以前是未定搞 就是說沒有正式內部都出版沒有出版過 那麼這些東西就看到 就習近平他非常激激的和毛澤東這樣 他要這個個人崇拜 登峰趙劍他們兩個人的相似 另外一個比較就是說 他們兩個人都在對這個權力有偏著症 而這個偏著症造成的一種怎麼樣 造成一種極端的 一真一假的危機感和恐懼症 這個多許多十元 太誇拜了 感谢观看